現在看起來是秋後算帳了 政治追殺的味道很濃厚 那當然我們尊重司法 我們希望檢調誤謊誤重 該怎麼辦就怎麼辦 只是這個效率出奇的快出奇的好 這個讓人家嚇一跳 那外界就會想到說 那高端已經這麼久了 這個移送九次 內心交易怎麼都沒有動作呢 就看到綠營的案件就慢慢來 牛不化 龜不化 如果不是綠營的就是神宿 那看起來有一點雙重標準的味道 那這次他交保之後 因為沒有生壓 所以他就職可以就職 應該可以就職 再幾天就就職了 就職以後就打官司了 打官司之後如果一神有罪 那就停掉了 就停掉了 所以這個問題就高文安 高市長 高委員 他自己要去認真地面對這個死法